管理員 名稱 定義一個名稱 比如說這個範圍 我就 給他一個 名稱 定義名稱 然後呢 將來的話 直接用 這個名稱的方式 那比如說 這邊的話 比如說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在上面給一個標題 比如這個名稱的話 叫做 就是 比如說就是 性質 天數 一般的話 名稱定義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 這一個部分的定義成 定義成我的這個名稱的話你可以選取 包含上面的這一個 上面的這個欄位 然後從 選舉範圍建立 這邊頂端列打勾 頂端列就是他的名稱 按確定 各位可以在名稱定義管理員裡面可以看到 這邊就有個性質 那性質值就是A2到A4的範圍 那你可以再利用這個方式的話 再到什麼呢 下拉選單這邊 我們點這個地方然後再到這個 這個這個 資料 裡面的話 這要驗證 驗證裡面的這個範圍 除了說可以跨工作表之外 還有一個方式 按F3 F3就是取得那個名稱 那名稱的性質 按確定 這樣也可以 他會自動對照到這個範圍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你按下拉也是OK的 所以 下拉選單的來源取得 有幾種 那如果跨工作表你可以用 但是你要自己key 那你可以用 名稱的方式取代 這第2種 那一般 我再教各位第3種方式 我第3種方式的話呢 通常是如果你這個 裡面的資料 不太會變動 已經固定的話 那你可以用第3種方式 第3種方式就是直接怎麼樣呢 非常簡單 這個裡面的話 直接把 剛剛的這一個 這三個怎麼樣 我先把它做一個 非常簡單就是 把這三個呢 做一個類似像這樣 然後中間加什麼 加豆點 中間加一個豆點 如果說你的下拉選單 已經是不會改變了 通常是不會改變的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個裡面 這個這個下拉選單裡面 資料驗證裡面 就 直接怎麼樣呢 把剛剛這個東西加上去 就是 一個名稱 豆點 一個名稱豆點 這樣子的話呢 按確定 就也是可以 看各位哪一種方式比較適合你 你就用哪一種方式 目前我有 三種方式 三種方式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 試試看 這個下拉選單的部分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是 這個下拉選單的部分 是